高雄市交通局和文化局是从111年起 是共同来执行阅读交通共好行的系列活动 不仅获得了热烈的回响 更获得了112年金安奖的肯定 今年也在国土署的支持下推出了2.0版本 韩Gale巡回书站 行动专车 故事剧团及科普走读 扩大并加深 人本交通的宣导 透过绘本故事再搭配剧团的演出 将交通安全观念向下扎根 高雄市交通局与文化局在国土署 提升道路品质计划2.0的支持下 启动了阅读交通共好行 人本交通系列活动 期盼借由巡回书站 故事剧团 行动书车及科普走读 将以人为本的交通观念 推行到高雄各区 60间分馆都会有相关的巡回 那行动租车一样会到一些 包括幼稚园 这次有特别把幼稚园纳进去 那跟国小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纳进去之外 这次也特别又跟客观馆合作 所以我们是比较全面性 希望能够把那个面触及的更广 然后让更多小朋友来参与我们这样一个活动 我们把这150本呢 透过我们的40个分馆 然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主题的书展 可以这样子次数巡回 这部分的主题呢 就是有整个交通的一个沿途 然后各种交通工具 它的一个行驶的一个规则 这些来自国内外这150本的一个 绘本的一个书展 可以让各种面向的一种呈现 为了落实以人为本 友善通行的交通理念 市府交通局和文化局在111年 共同执行阅读交通共好行系列活动 不仅获得广泛回响 更荣获交通部112年金安奖 道安创新贡献奖的交通安全教育手奖 透过行动书车寻回校园的方式进行交安宣导 也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特别挑选像有跟那个图书馆这边建议像大辽区 还有大树在前年应该事故率是比较偏高的 所以有请我们的行动出色就特别去加强那几个行政区 那后来其实包括大树也有一些改善 大辽区我们去年的整体交通事故 在30日部分减了52人 算是全国卷最多的 所以我们觉得说除了我们工程持续改善之外 教育宣导其实是非常重要 因为让大家在交通的安全意识上的具备 还有一些行为上能够注意的话 其实就可以避免很多遗憾的事情发生 这边的话是特别的交通绘本 在我们绘本作家的想象事件里面 有很多的绘本是很不一样的 才是充满了想象力 首批书展已经在大树三馆 佐新 李柯勇等等分馆展出 从直日起到10月 也将陆续在各分馆举办相关书展 讲座或工作方 透过活动体验绘本中的各种视角 从而对用路人的安全 交通平安等观念有更深刻认知